前三年或前五年 我都不要知名度 外數的累積你的 那我覺得在沒有知言 在一個沒有知言社會背景的設計公司來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點 所以我才那時候大量的投入代銷 可是代銷也是我公司可以持續在房地產裡面持續成長的原因 因為從代銷它會接觸到不同類型的客戶 它會接到更大的代銷公司 然後它會接到製造案子的規模 經濟規模很大的建設公司 那所以我從代銷的身上接到了認識很多建設公司 尤其是經濟好